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10月又來打風,這一隻就是小犬 掛了8號風球,已經去到24小時 然後就一度改掛9號風球,現在就好了 所有風球都下落了,究竟對香港的影響呢 特區政府就說接獲一些水浸報告的,但是不算嚴重 可能風大,不過就是雨比較小 所以就不是很厲害,但是呢 大家都不要以為香港真是很棒,因為 因為雨比較小,上次一場黑雨就暴露了所有香港的 基建,排紅的所有弱點 好了,我們以前打風呢 我又說回當年,年輕人的年代 就很緊張的,因為住木屋 可能,或者即使是住洗字區也好 有個瓦,有個石屎,遮頭 但是大家都很緊張,緊張什麼呢 主要就是一打風的時候,一去到8號風球 或者還沒到8號風球之前 7號風球,5號風球,那時候還有5號風球 就怎樣呢,大家就會入貨,去街市買東西 買菜啦,買好罐頭啦 甚至就看看床底的包米,用成多少來買好米 因為最怕沒有米 原因就是,一到這個 列風訊號8號風球的時候 全港都會停頓了 街市一定是不開的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超市 雜貨店也不開的 買不到東西的 怕不知打多久 打一天打兩天 如果家裡沒有菜的話 因為我們很多香港人都是大陸下來的難民 大家餓過的 怕沒有菜沒有菜 吃是最重要的 於是街市有很多人去買東西 現在今天也是 都會的 但是情況是不同了 因為到即使到8號風球 街市未必開了 因為未必找不到東西來 未必開 但是超市差不多一定開 商場一定開 是有人上班的 酒樓也會開的 8號風球也有些都會開的 你不怕沒有地方喝茶 不怕沒有超市買菜 回去煮飯 好像8號風球也一切如常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消費者 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當他一切如常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想到 背後 那個運作究竟是怎樣的呢 很多人當然沒有想到 以我為中心 我覺得方便就可以了 有人出來說 這位就是 天文台的前助理台長梁榮武 大家都可能會熟悉他 他又買廣告 也有在CTVB做節目 他都挺好的 一個說氣象等等 都深入淺出的 他接受訪明的時候 他講到一個觀點 都挺重要的 他說 8號風球風險已經很高了 市面是應該停頓的 僱主也要考慮員工的安全 但是昨天看到酒樓和商場 都仍然是營業 真的不應該百業興旺的 8號風球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大家對他這番說話有什麼體會呢 我剛才想說的就是 我們很方便 大家完全覺得 如常地生活 工就不用回家了 8號風球大多數 普通的市民不用上班 應該說緊急工作那些 做Imagency 例如你要救援那些 消防 例如一條路封了 在安全的情況下 樹架倒下來之後 要剪走樹等等 安全情況 那些要上班之外 一般的人都不應該要上班 是不是 但是 你放假的時候 你放風假呢 如果酒樓要開 超市要開 商場要開 有很多人在背後 是要上班工作的 但是大家想想 他們要上班 會付出幾大的代價呢 事緣就是什麼呢 事緣就是 當這個8號風球的時候 地鐵在底下的 就是在地下的鐵路 就照常 但是在 露天的路段就停駛了 有些人就 喇喇喇喇 有沒有搞錯啊 你露天停駛了 我們怎麼方便呢 又要我接駁 我們想要一個商場 第二個商場也不行 想喝茶吃飯也不行 那些人就批評 要被迫滯留 做不了 去不了 但是 無論這些交通工具 無論是商場 無論是 食肆 無論是零售店鋪 要開工的話 這些人都要冒著危險去上班 是否應該呢 大家是不是應該可以想一下呢 到上午 今天上午11點 11點40分 三號風球 現在所有下降了 24小時八號風球期間 就有25宗 19宗的 25宗的 塔樹報告 有些水浸的報告 也有山泥傾射的報告 醫管公說 有29名市民 在風暴期間受傷 要去急診室 有294人入住民政處 開放的臨時庇護所 這個風其實就是 兜兜轉轉的 本來覺得他 在風力進入了南中海之後 是減弱的 但是 誰知道中心風力增強 結構未受到破壞 梁明武就說 他是氣象學會的發言 他說這個小狗很壞 反映到現金科技 其實是未能夠 看得到或者預測得到 所有很準確地 這個颱風的走勢 那個走向是怎樣 這樣 這樣 所以 那個能量沒有減少 你能看到 所以 進到南中海 海水仍然比較亂 有利颱風 再有目的發展 所以就令他增強 很多人當你去八號風球的時候 其實梁榮武的說法是很危險的 可能會塌樹、塌棚架 甚至有些會被吹爛 有些牆可能會被吹爛 是很危險的 但是香港人大家習慣了 即使不是緊急的服務 商場、食肆、酒樓、地鐵 不是緊急的服務 都要如常開放 因為超市 因為大家習慣了 習慣了方便 如果大家習慣了方便的話 背後就要一班人冒著生命危險去上班 你不上班可以嗎?不行 不上班會被炒 你在供樓嗎?你想被召喚嗎? 斷工的話 所以梁榮武的說法就是 打風的時候 是否不要當八號球不是一回事呢? 這個不只是僱主 一般市民也是 打風仍然出街 他是一個不好的習慣 八號風球 掛八號風球的原意 是會有秩序地 令到社會停頓 社會不應該覺得八號球沒有事 僱主應該考慮員工的安全 市民也要考慮服務你們的人的安全 對嗎? 打風大家 就休息一天半天 不應該百業還是很興旺 不是一個好現象 他這方面是值得深思的 正如上次黑雨的時候 我都在地鐵工人都在地鐵工人 有個圖片出來 在黃大仙地鐵站的隧道裏面 有幾個工人 水深及頸 走到隧道裏面 要去排水 地鐵的回應說 不是啊 不是水深及頸 因為他們只是瘋身做事 是水深及腰 我頂他 真是講粗 水深及腰 和水深及頸 當然水深及頸比較危險 水深及腰 水沖過來 一樣會沖走 這樣也叫人去做事 還不是草間人名 但是有些人 對這個說法是不以為然的 因為大家習慣了 地鐵通番是最重要的 至關重要的事情 香港人要上班 上班就是經濟 影響GDP 是不是啊 於是大家就覺得 他們有問題 就是他們的事 他們做這行 吃得鹹魚抵得渴 是否應該要繼續做啊 都要上班 你為我們服務 香港人已經習慣了 香港人甚至是把這種想法 帶到英國的 他對於這些服務的人員的要求是很高的 甚至覺得人家的命 不重要的 他自己的命才是重要的 他自己有方便 重要過人的命 現在香港人也是這樣想的 很多香港人都這樣想的 自己有方便 重要過那些工作人員的命 但英國呢 多緊急都好 除非有人有生命危險 你要救援 那便沒有辦法 你救援的前提 都要救援人員的生命安全 是更重要的 你不要讓他以身犯險 明知跳下去便會死 你都要他跳下去 是不會的 人家的生命價值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緊急的情況下 如果那個環境是危險的話 你不要期望 他很快就搞定那些事情 沒有得期望 如果是危險的話 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是價值觀的問題 這個是對生命的看法的問題 是完全兩套不同的意識形態 我會思考 為什麼香港在經濟上 其實發達了很久 跟歐洲可以看齊的 GDP或者個人的收入 為什麼人家對生命價值的重視程度 比香港對生命價值的重視程度高那麼多呢 香港人就會看自己 為什麼你地鐵不開 為什麼你地鐵的路段不開 有沒有搞錯啊 我要工作 我要上班 我要喝茶 為什麼你不開 就是會罵人家 是不是 但是 到八號風球的時候 你要開那些露天的地段 那些鐵路 其實是很危險的 有電的 倒一棵樹下來會摘 走一下會摘到 摘到一輛車的 那些工作人員可能會有危險的 為什麼你不考慮一下這個因素呢 那些香港人 你抱怨什麼東西呢 他們都習慣了 為什麼對人命的價值 大家已經這麼有錢 大家都差不多了 甚至香港比英國更厲害 為什麼會對人命的價值這麼不同呢 但是有些人會這樣說 你英國 歐洲 你重視人命的價值 客人就低了 做事就慢了 是吧 打完風之後 那條路多久才開啊 是啊 我看到 很久才開的 一樣會有這個問題的 但是 都要安全才出去做事的嘛 這個前提最重要的 安全 沒有事的嘛 你就先做吧 很多香港人 是會從這個角度 甚至將這種想法 帶來英國的 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這是文明的指標 對人命的重視 是一個文明的指標 那麼香港人 或者香港這個地方 不只是說九七之後 在英國的年代 可能都是這樣的 效率是高於一切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大家可否給我一個答案呢 好了 繼續like share 和留言 我這個心直口快的頻道 然後就按一下小鈴鐺 有新的影片 就可以讓大家 可以通知大家 可以看得到 介紹多些朋友 去看我這個頻道 好嗎 好了 暫時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直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聽 再見 OK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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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